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2号星期三 中国和日本之间互相其实是不信任的 而且从历史上来讲 有一些怨气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消除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中日之间 日本其实是不太相信中国 中国对日本从民间到政府 他都有一种怨气 所以以前我也说过 我说我觉得中日恐怕必有一战 将来早晚还要再来一下 不来一下 双方的这口气好像出不来 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中日开战营有一个前奏了 因为什么 中国在某些方面 我觉得对日本正在进行弯道超车 而这些有很多是日本其实不能接受的 以前我们总认为 如果习近平武统台湾的话 美国是冲在最前面 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 恐怕是日本冲在最前面 咱们来看 中国上半年 汽车出口量突破了100万 一到五月份的出口 就已经是108万辆 等于不用算六月份 就一到五月份 已经出口了108万辆汽车了 同比增长到43% 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汽车出口的大国 以前来讲我们买车 最重要的一个要不德国车 又不是日本车 美国车其实买的人也少 因为美国车小毛病多 咱们看一到四月份 德国出口汽车79.5万辆 日本是112.6万辆 所以按这个现在来预测 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汽车出口量 应该是超过德国 成为全世界第二 也就是说 以前都是日本第一 德国第二 中国就是说前几年 就是说上来之后 也都到第三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第二 2021年 中国出口的新车总量 是201万辆 世界排名的第三 就去年的时候 今年看来就要超过德国了 在前年的2020年 是106万辆的出口量 也就是说2021年 从2020年的106万辆 升到去年的201万辆 一年基本上就翻了 百分之百 翻了一倍 中国现在这发展速度太快 而快到了 令人就是说震惊 排名第一的 日本的销量是382万辆 第二名是德国的230万辆 这是去年的时候 中国是201万辆 跟德国就只差30万辆 但是看这个意思 今年就是说 肯定是要超过德国了 当然这个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全球性 现在缺没有车 大家都拿不到车 现在二手车都在涨价 全世界范围之内 还缺芯片 缺思源 导致欧美 日本等国家 汽车量产的缩减 中国汽车产业 填补了全球汽车市场 供给不足的缺口 截止到5月底的时候 由于芯片短缺 全球市场累计减产了198万辆 大家都在减产 因为东西不全 今年的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 预估会到280万左右 今年的至今为止 中国地区因缺芯片减产 只有10.7万辆 中国减产是最少的 当然之前我也说了 就是很明显 中国在囤粮 在囤芯片 所以这方面就比别人要好 别人就是说减产减产更多 中国减产减产少 这样的此消彼长 中国这就上来了 然后还有关于中国出口 有些人说这么大的出口量 是不是都是特斯拉 其实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5月汽车这一个月出口 一共是23万辆 那么自主品牌 中国自己的自主品牌 出口达到14.1万辆 占的一半还要多 同比增长到77% 5月份上汽海外销量 是8.6万辆 上汽集团称 今年预计 军年一共能够出口 80万辆车 其锐5月份出口 是2.74万辆 长安的汽车董事长 朱华总说 未来长安预计 它的海外市场份额 会达到长安的30% 因为每三辆车 就有一辆车是出口 到海外市场的 今年前四个月 长安汽车出口销量 占总产量的13% 那你说要提高到 30%需要多久呢 去年的时候是5% 今年13%的话 已经比去年翻了一倍 还要多 快要翻到三倍了 所以要这样子的话 用不了明年或者后来 就能达到30% 中国现在增长速度太快 当然也要承认 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它从增量上来讲 是比较快 但是这个呢 整个全世界都是新能源的 增量都比较高 5月份呢 刚刚我们说的吧 一共有23万辆出口 对不对 那里面新能源汽车 也就是属于这种纯电的 占多少呢 已经是4.3万辆 知道吧 所以你想 广告特斯拉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一共23万辆出口 你所有的新能源车 一共就占了4.3万辆 对吧 但是它的增长速度呢 很快 同比增长了130% 那中国呢 现在已经连续7年 在这新能源提倡方面呢 产销第一 就是不管是生产 还是销售 全世界都排第一 成为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 那5月份的时候呢 刚刚我们说了 就是中国一共的 新能源出口呢 是4.3万辆 其中特斯拉呢 占了3.2万辆 占了4分之三 在新能源行销里 占的是比较多的 但是在总数的这个23万辆里来讲呢 那其实也就不多了 占了其实11% 12%的样子吧 其中呢 而且呢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特斯拉的销量呢 5月份的销量 一共是3.2万辆 但是呢 这个出口呢 只占了2.23万 那这样子只有10% 因为23万辆 不到10% 对吧 这就是出口 因为还有一万 还有一万辆左右呢 是卖在中国市场的 这个不能算在出口里边啊 受上海疫情的影响呢 特斯拉呢 也在减 也是检查了 他1月份的时候呢 在中国 他一共产汽车呢 是5.98万辆 其中出口呢 就是4万辆 差不多都是这样 有三分之二呢 是出口的 所以他在出口占比呢 其实不算是特别多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主要这个出口 还是靠中国的自主品牌 或者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合资品牌 不完全的是靠这个特斯拉啊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整体这个汽车 就是在朝着一个汽车强国 汽车大国的方向去发展 你包括我们前日子出去玩 有个小伙伴还说的 说他特别就觉得 什么是中国的电动车 能到美国来卖啊 他特别想买辆中国的电动车 觉得现在看国内小伙伴 买辆电动车都挺好的 是吧 我也是说 我说只要他们把中国市场 占的差不多了 他们就可能是要杀出来的啊 那除了特斯拉之外呢 5月自主品牌中上汽乘车的新能源出口呢 是8000多 东风一耶特呢 出口的呢 9000 4000辆 吉利呢 是1700多 呃 奇瑞呢 新能源的出口的670 呃 对白70辆 长城的新能源呢 是506辆 但是这些都是新能源的汽车啊 他们也还有在卖这种传统的燃油车也有啊 那预估呢 中国2022年全年汽车出口量呢 将接近呢 300万辆 那会超过呢 这德国 德国去年230万 今年中国有可能到当年 你是最后能够接近300万 啊 那当然了 中国呢 也承认中国由于的传统汽车的起步太晚了啊 所以在传统汽车的燃油车里边啊 发动机 变速箱 底盘 三大核心上呢 很难追上呢 德国和日本等国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整个呢 是一个呢 新能源汽车 那中国呢 这个在新能源汽车的投资比较早 布局也比较早 中的电池 电机 电控领域 正在进行呢 一个呢 万道超车 很有可能就要超过去 尤其在这里边 日本走了一个呢 特别大的一个呢 呃 万路 日本当时呢 对这个 新能源汽车时 日本的压宝呢 好像是一个什么氢燃料的 这么一种新能源汽车 没有呢 就是压宝了 这个电动车 但是没想到呢 最后呢 全世界就是说 走朝电动车 这个方向上来了 所以日本呢 现在再想 往他那时候走 已经不行了 大家不接受 呃 不接受 因为他要是燃 就是燃烧那种氢能源的话 必要在 你要美国卖的话 你就要有那种 给你补这种燃料的地方 那现在美国都在搞 这个充电桩 没有人给你铺的东西 你怎么弄 所以呢 现在日本就没有办法 必须要转回到这个电动车领域来 那回来了之后呢 跟中国比较好像这个起步 就晚了 有点落后了 现在被动挨打 当然日本现在也在奋起直追 啊 丰田 现在说 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边 他一共要推出呢 二十种不同种类的 全电动的这个汽车 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光是丰田自己 还是把他旗下雷克萨斯什么 都都算进去啊 反正丰田现在是 是这么说啊 以后呢 要全面只能转向电动车 但是中国呢 现在呢 在快速的弯道超车 日本还有没有机会 就是说 呃 怼上来 我看有难度 好吧 英国的金融时报说啊 说电动汽车 让中国加速崛起为呢 汽车出口大国 如果最终 电池取代的内燃机的话 那么中国在汽车生产中 将会占据的主导地位 这个颠覆性呢 将是巨大的 这个就太夸张了 因为以前都是日本和德国的啊 呃 其实以前我就说过 我说这个汽车啊 如果将来有一天 能够有一个国家的车 能够呢 就是说 在性能豪华度上 能够跟德国比 然后呢 在这个省钱 压低成本 呃 这个省油 或者省电方面 能跟日本比的话 我觉得只有一个国家 能够内卷到如此的程度 就是说 时候谁卷不过呢 你知道吧 就是中国 就是能把那个成本压到最低 然后在最低的成本里边 还给你什么皮椅啊 三排座啊 大空间啊 你知道吧 然后呢 省电啊 省油啊 就是把所有 就是只要是能卷的 他都要卷到一个极致 卷到别人没法生存 你知道 你看这个中国人 到海外做生 也是 这个中国人 不管进入到哪个领域 他只要进去了 知道吗 别人就没法玩 就是 以前那么经常不讲一个吗 说那这 那个中国人刚出国 到了法国 说呢 法国的时候 不是那埃菲尔铁塔吗 然后呢 下面就有一帮的 这个好像是这个 非洲的兄弟啊 非洲兄弟 在那卖这个埃菲尔铁塔的 那个纪念品 就弄了一个 一个小东西 看着这个埃菲尔铁塔一样 在这卖 卖多少呢 好像卖40法郎一个 当时那时候 好像还不是欧盟的时候吧 最早的第一波出国的那帮 所以说卖40法郎 然后呢 中国人呢 就去了 去了好像就是咱们 好像是福建的 咱们的小伙伴们 去了之后呢 就呢 你看 就买一个 好像大家研究 花40法郎买一个 大家研究 看这东西咱也能做 这东西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不就是 你不就坐着 跟个埃菲尔铁塔似的 一个小玩意儿吗 对不对 回来了 拿回到中国 到了中国 到了福建 他们开始研究 研究之后呢 做完了 然后第一批货 哗 顶过来 顶过来之后呢 他们对面不是卖40法郎吗 咱卖多少 知道吗 6法郎 对面直接就跪下来 你知道吗 因为我卖40 你卖35 我跟你竞争 咱们打价格战 对不对 我卖40 你卖6块钱 我回家了 我不玩了 就没想玩了 你知道吗 就中国特色就在这儿 你知道吗 还有以前就那种 就是他们站在上面那种 电踏板 跟个踏板似的 但是是电的 你知道吗 外国刚开始做 做什么几万美元一台 那个车 中国来了最后 迅速到几千美元 后来信任到现在 几百美元一台 对面就直接 我不跟你玩了 市场都是你的 那你就没法玩 你知道吗 你那个成本压到了一个别人 就是没法生存 没法理解的一个地步 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现在就是这样 就先是内卷 先是在自己国家 先卷自己 自己卷的差不多了 你知道一旦在中国 卷的差不多了 出来之后 别人没法卷 你看中国那帮留学生 都是那样子 你知道吗 中国很多来美国留学生 都是在中国参加高考不行了的 在中国参加高考不行了 失败了 那去美国吧 那来了之后 那打了美国 打了美国本力生 跟满地找牙 你知道吗 你就想想 我跟你说 你在中国 如果要是说 在中国能够考上什么 都比如说北大清华 你知道吗 在中国你能考什么 什么211 只要能考上211的 来了美国 那基本上就 打了他们的 简直跟你说 就习的糊涂的 就打懵了 你知道吗 中国人那种读书方式 美国人是没法理解的 他理解不了 你知道吗 他没有那种概念 他不明白 就是说 这是一种怎么个读法 你懂吗 就今年中国高考 那数学卷子 你拿来 你别说高中生 你拿给美国数学系的大学生 你让他做个 我看看 比如说 你拿给数学系的博士生 你让他做做 我跟你说 都能做哭了 除了 当然 在美国读数学系的 除了咱们中国留学生以外 只要是美国本地的 在读的 你让他来 你让他来 我跟你说 哪个都得哭 哪个看完 哪个 你知道 男墨女类 知道吗 就中国这种内卷 我跟你说 没法弄 然后去年 全球新车总销量增长约3% 但是电动汽车的销量增长了约108% 所以主要的增长就在电动车了 中国现在也是 全世界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电动车就是要取代人游车 这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制造商 都已经让电动汽车的生产和销售 放在了No.1 第一优先的位置 因为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这一次就跟当年苹果搞手机一样 你跟不上 你就成摩托罗达和诺基亚 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代已经过来了 你现在大盘们全部都转向电动车 然后欧洲 美国都开始做各种政策 一个限制燃油车 需要燃油车的排放 另外一个政策 给电动车进行一些补充 我们去年买了一辆电动车 我们今年报税的时候 能够少报7500美元的税 少交7500美元的税 这个来讲其实还是 真的是挺不错的 是不是 少交不少 新能源汽车 在这种欧美的这种政策之下 现在就大幅提升 而且美国和欧盟反正都说 这个应该说不具备什么法律 我不知道欧盟有没有法律效应 美国不具备法律效应 我觉得在2035年的时候 要实现的净零排放 什么意思 就是2035年卖的新车里边 没有任何一辆有排放的 那么你就说到2035年 全部都是电动车 今年是2022年 2035年的话 只还剩下13年的时间 所以这种东西导致之下 就是说此消彼长 但我认为有一点 如果这样搞下去 中国这么快速发展的话 美国 欧洲 日本都不能接受 尤其在汽车领域 美国也是汽车大国 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汽车市场 保护自己的汽车品牌 那也是拼尽全力的 因为你看拜登上来 作为美国总统去给福特做广告 福特新出的电动皮卡 美国总统拜登多少年不开车了 开了辆皮卡出去转一圈 给记者们看 对不对 就是帮福特做广告 所以你像什么福特 像通融 像克莱斯勒 正在美国来讲 对美国总统的大选 都是有巨大的帮助 所以就是说 以至于这三家企业 如果受到冲击的话 美国总统都要出来站台的 日本就更别提了 我们看 我后面给你讲讲 日本汽车工业对日本 那也是 我的天 德国又怎么样 对不对 德国 你像奔驰宝马 大众 什么保尔街 这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 就你中国现在卖手机 像什么小米 华为 这些手机 你出现到市场之后 都会引起 就是美国总统对你的手机品牌 进行一对一的这种精准打击 别说汽车了 明白吗 手机跟汽车还不是一个概念的 汽车这种东西带来的 就是说它是更大 它是一种 它底算是重工业了 这种东西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中国汽车业的崛起 很有可能就是中日开战的前奏 咱们接着看日本 日本现在日元 现在一直在下跌 应跌到24年来最低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 突破了136块5毛 日本财务省 16日公布的数据 说日本 5月份贸易逆差 为23847亿日元 创下1979年 由和比较数据以来的第二高 这是日本的连续 第10个月出现的贸易逆差 现在贸易逆差非常的严重 什么原因 一点就是俄乌战争之后 能源价格疯涨 当然了 由于在经济制裁 现在日本不也在经济制裁 俄罗斯 在这个制裁之下 来自俄罗斯的进口的 就是说如果单看数量的话 都要减少 原油减少了34.9% 煤炭减少了43.2% 物污类减少了81.4% 从数量上都要减少 但是价格提高了 你懂吧 就是以前比如100块钱买100个 现在我只买50个 但每个3块钱 那你还是得付150 你明白的意思吗 价格还太多了 来自俄罗斯的整体的进口额 就是说整体的数量在下降 但是进口到金额上 金额在增加 原油的进口单价 现在是每千升 87,568日元 比上年同期已经翻了两倍还多了 5月份的数据显示 日本进口额最后增加了49% 当然这个里边 就是说是整个进口 这不光是俄罗斯了 所有都包括情况之下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9.63万亿日元 原油增长 原油不是说数量增长了 是整个 就是说在这原油上 在进口上花了全部的钱数增长了147% 基本上乘以了2.5 液化天然气增长了154% 煤炭增长了267%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在这玩命 跟着一块跳脚去制裁俄罗斯 你看印度在干什么 但是日本也是反正不敢对待美国 这也没办法 日本的先天资源就是比较优势 岛国他自然自己本身资源不是很多 他非常依赖外部资源 日本88%的能源和63%的粮食 都来自其他国家 二战的时候 也是因为美国要不卖石油给日本 导致日本就疯了 简直就快要不行了 就要跟美国要拼了 这一次就有点这意思 我觉得日本又有点被逼到角落了 日本国家一旦被逼到角落 什么事都干了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冲这个来讲 日本很有可能 就是说中国 当然中国现在别给他机会 中国只要给他机会 中国跟台湾只要一点什么 日本我觉得可能迅速就进来 日本在寻找这个机会 要给你决于死战了 日本的产业重点就是汽车产业 汽车和包括所有汽车上下游的 什么汽车玻璃 汽车的这种金属 汽车材料 汽车电子等在那些这种上下游的产业 占到了日本整个工业领域对外出口的50% 当然日本也是汽车大国 他旗下各种什么 我们熟知了丰田 本田 还有什么尼桑 三菱 还有什么斯巴鲁 然后还有他这些豪华车的品牌 像什么 美格萨斯这些的 反正也都跟他们的集团 都是就跟丰田集团是一起的 对不对 整个来讲 就是说他整个工业领域对外出口50% 都是汽车以及汽车相关的这些零件 金属这些配件什么的 所以对对日本来讲 简直就是一个是一个命根子 是一个命脉 伤心怒骨的 如果你真的在汽车领域上 对日本进行了这种打击的话 他日本就得跟你拼了 这是简直就是可以发生一场战争了 今年6月14号 韩国汽车协会公布数据 2021年就去年 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 从2000年也就是21年前的1.8% 在2000年的时候 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 只占它全部进口零部件上1.8% 到了去年2021年的时候 21年之后 上升到了34.9% 也就占1% 1%的零部件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而从日本进口的汽车零部件 从2000年21年前的45.5% 那时候有一半都从日本进口 到去年已经下到到11.6% 只剩下十分之一了 你就明白这个东西 说电动汽车 在替代的联合汽车 韩国每年像中国进口的 从中国进口的这种正极材料 比例达到83% 负极材料 电解液隔膜超过60% 石墨达到百分之百 蒙百分之93 谷百分之82 还有叫什么 又是什么的 百分之六十五 黎百分之五十九 这些东西全都靠从中国进口 日本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由于它能源价格在上涨 然后汽车整个产业 就是说都搞得比较老旧 现在买的新车都不买这种东西了 造成这种贸易逆差 然后贸易逆差 就会造成日元贬值 那么日元贬值 就使购买能源的价格就更高 恶性循环 造成 更高之后 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贸易逆差 这种情况之下 日本应该怎么办 就应该加息 但是问题就来了 知道吗 现在来讲 如果加息的话 可能就业金融 房地产和市场都会受到冲击 美国现在目前 完整加息的大背景之下 日本央行现在只能的 就是说 量化宽松 要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就被美国就坑了 这一笔就被坑死了 知道 因为美国老这么搞 自己先玩面往外印钱 印的差不多 趴一加息往回一收 就整个吸回来 你知道吗 所以日本现在不敢跟着加 因为一旦加息 可能会导致 银行企业破产 然后工人失业 那可能就更严重 所以现在只能 但是由于他在搞量化宽松 美国在升息 迅速的 日元就开始贬值 日元兑美元的汇率 从前年2020年的100比1 就是1美元和100日元左右 现在到了135比1 从2021年开始算 如果就不从前年算 从去年开始算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从2020年算 涨了35% 如果从去年算 也涨了25% 一年涨了四分之一 这太多了 这对日本进出口 都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你再看看 日本的政坛 政界最近是乱成一锅中 说是 我不知道 好像 我听说 小道消息 不知道 对不对 说安倍晋三 想回来 但是岸田文雄 玩的还挺好 所以安倍 现在跟岸田好像在暗地里 这种绞劲 绞劲之后 出现了很多 日本的一些 就是说高级别的这些政客 出了好多 什么绯闻 什么跟女大学生开房的 什么骚扰女记者的 反正出了好几个 他们说 这都是怎么回事 这都是政治斗争导致的 这个事到底怎么着 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政治斗争 然后你看日本政客 我们都在干什么 然后日本政客 现在就开始了 煽动民粹 一个比一个狠 这个要发展核武器 要什么修改宪法 把自卫队建成军队 要建自己的海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也了解日本 日本每一次 自己这边要不好了 就开始往外想办法 自己的经济 工业产业 一旦出问题 就看看能不能打一仗 把这问题解决掉 如果一场战争 不能解决打两场 日本反正一向是这么 一向是这么搞法 中国现在新能源汽车上 这么快速发展 我相信 不要说日本 德国 美国 欧洲 都非常非常担心 非常非常担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日本愿意 就是说站出来 在前面 顶着 跟中国来 来一下的话 我觉得美国和欧洲 可能会支持他 有可能会支持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中日开战的可能性 我现在看越来越大 因为日本快受不了了 快撑不住了 我觉得 反正我这很悲观 日本如果冲在前面的话 这个事就不好说了 如果光是台湾的话 美国就即使给 因为台湾土地面积 只有乌克兰的十分之一 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 是吧 所以人口也挺多的 人口也是2000多万 是吧 不到3000万 人口是挺多的 但是整个来讲 土地面积太小 所以老共如果快速搞 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如果日本参与进来的话 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日本的战斗力 恐怕不是乌克兰能比的 乌克兰这些年腐败乱搞 虽然他搞了他的这种 所谓这种亚述营 这种志愿营 挺疯的 但是应该没有日本人疯 我觉得日本人应该更疯一点 也反正从历史上看 日本人应该比乌克兰人更疯一点 所以我反正看完之后 心里特别担心 特别的担心 如果中日真的搞起来的话 中国整个上升势头就没有了 中国现在上升势头 真的说实话 还是其实你仔细看的话 你要拿出来分析 你发现上升时候其实不错 但是这样下去 很可能就整个被打回去 但是有的人认为 中国经济崩溃了之后 中国就会好 我个人来讲不这么认为 我一直都认为 苍领时之礼仪 一时足之荣辱 如果没有物质基础的话 中国不会有好的这种体制改革 中国如果想要有好的体制改革的话 必须得从经济方面先发展起来 只有经济方面发展起来了 然后才能够能 就是说如果才有改革才有好的 但问题是 就是说别人不敢让你 就是说去赌这个 你知道吗 你日本美国敢吗 就是说我们赌一赌 就是说中国经济真的发展好了 中国就会整个边有一个改革 他们敢赌吗 没有人敢赌 所以一定要先把你打掉 打掉了之后再说 打掉之后你打烂了 你能不能就是说好的改革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对我没有威胁 这是最重要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想法 还是其实应该发展经济 经济好了之后 我们再改革 我们就有机会 改到一个比较好的正式体制去 如果我们最后崩溃了 就是暴民底层的民众站起来 又来一次打打抢烧 又来一次摧毁 又来一次仇富似的 把富人都杀光 然后整个 那等于就是说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在地狱里边这种死循环一样 每一次发展就差不多了 对别人可能当成威胁了 别人兵刚刚一顿 一顿抽 给你打没有了 然后你从头来 又是从那种最低端的开始 又上来了 刚起来了 然后又被抽掉 知道吗 然后由于 你一直不断的在这种死循环 导致你就没有好的 这种政治体制改革 因为整体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高门意识形态都道表那里 他不足以支撑你 有一个好的良性的政治改革 你就是永远都迈不过去 你知道吗 所以帮我看完之后 我是很悲观的 当然也不能说我就对 也许我说的是不对的 也许人家打掉了之后就好了 穷了之后可能就好 咱们再说 好不好 反正我觉得抛转引玉 我说说我的想法 也给大家 我觉得也可以思考思考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 中国领导人做何感想 但是现在看来 中日 没有想到 我觉得 中日必有一战 结果就这么快 就要到来了 好吧 那今天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